从RealShort的火爆看未来中国微短剧的发展和全球化可能性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和观众对快节奏和短时间内 获得内容的需求增加 微短剧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仅2022年上半年 微短剧备案数就暴涨至2800部 从在抖音平台播放量来看 根据2020年的数据 抖音上的微短剧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20亿次 从2016年到2020年期间 与微短剧相关的微博话题讨论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其中一些热门微短剧话题的讨论量已经超过了数十亿 最后我们发现网络剧改编微短剧播放量也相当巨大 中文在线在海外发布专注于微短剧的高清流媒体平台RealShort 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机会 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RealShort近期在中国股市上突然引爆 包括中文在线 掌月科技 上海电影 遥望科技在内的近时加短剧概念部长厅 这背后自然是对微短剧极其发展的信任 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 今年7月RealShort在Google Play和App Store的总下载量达190万 月总流水达600万美元 到9月这个数据都有所增加 被人们视为是爆发式增长 这背后当然有好莱坞罢工的因素在 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App抓住了海外观众对直接简单 无脑式内容的接受和喜爱 正如业内人士所言 霸道总裁全球通吃 在中国微短剧出海取得巨大成功的当下 甚至有Copy from China的说法在行业中盛起 那中国微短剧出海做对了什么呢 在全球化玉组的今天 也是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全世界的大好时机 当下作为影视业的一个新发展方向 微短剧可以不需要太多的经验 人才 资金 甚至语言都不用配音 这些都恰恰是中国影视业的缺点 也正好被新需求忽视掉了 真正抓住观众的 正是全球观众的共通需求 没有宗教 没有民族文化 就是那些直白简单的内容 这些内容在国内的网文圈 已经玩了十多年了 移植到微短剧显得得心应手 手到擒来 我在聚集全球交易的事情上发现 欧美人很坚持自己作品的品质 也很看重它的起家 但是如果让它们按流量分成 按集付费分成 它们往往瞧不上 也不信任 而中国微短剧在海外的表现 就来自于一集集美分的小钱 这样的收益 目前看来几个月也不过几百万美金 和好莱坞市大制作的几分钟收入都比不上 老外部改变只会落后 而我们坚持就会获得火箭式的发展 对于影视业的人们来说 微短剧确实是个全球化的大好机会 创作全球观众都会喜爱的内容 是当下国内微短剧创作者们 在立项之初就必须看到的 制作上不是个颠覆性的事情 而是向前发展更进一步的好事